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提琴老师少少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提琴的音色要如何练 什么样的音色是美的 音色我觉得可以从分工开始练习 比如说上下半工 今天我们着重讲一讲上半工 其实上半工的分工练习区非常多 空闲也可以练 那同学就会说了那这么简单我干嘛还要练它 就不就就这么拉嘛对吧 但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困难也困难 大家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来练的话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提高自己的音色 好我们先来看 首先把你的工字摆直 这个运工一定要是直的 这个是最起码的要求 其次你的接触点不可以变 像我们拉分工的话一般会选取比较靠起码的接触点 最多最多也是靠中间 千万不要跑到这个纸板上去 因为纸板是一个非常虚的声音 你会拉的不是很实 尤其是在你这个工子运行的过程当中 接触点你的工毛和倾斜的接触点不要跑 固定在一个地方就stay still 就是一直保持在那里不要变了 从中弓开始一直到你的工间 就是我们上半弓的分工练习 那么很多同学在最开始练这个练习的时候 尤其是靠琴会觉得不适应 而且会拉出很多很难听的杂音 非常的那种带金属感的杂音 而且是 那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不对的 很正常 最开始拉都会这个样子 那是因为你的琴在这个地方的发音点 还没有产生共鸣 因为你之前从来没这么拉过琴 所以这个琴它不适应 你得花一点时间告诉它 多练那么几天 告诉它 我想在这里发音 我想在这里拉出好听的声音 这个琴才会慢慢的 由那个发音点来产生共鸣 所以 只要你把这个琴拉开了 多练一练 这个声音按照要求练 比如说你的这个接触点啊 不要跑啊 以及工毛不要翻 这些要求都做到了 它声音杂音慢慢的就会消掉的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好 我们练完这个分工的空弦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分工的这个练习 应用到我们的学乡曲当中 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就是 我们说音色的好坏 是说它比如说柔和 或者是这个音非常的实 还是空 并不是说音量的大小 有的同学会误以为 音量越大的那就是越好的 并不是这样 因我们需要追求的是质量 而不是大量 好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说的学乡曲当中 啊 这个顿特的第二十首小提心随相曲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练习 练音色啊 而且它是个很综合的练习 不仅就是从一而终的 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大分工 而且它还设计到很多这个换把 音准换弦的练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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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或者出其他的各种杂音 啊 那么这一刻的练习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小提心干货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ky音乐分享 以及添加我们的Sky音乐课程顾问 可以来免费领取乐谱资料 以及跟我上一对一的课程咯 最后大家不要忘了一切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